黑人陈建州27日遭大牙核彈籍控诉 2012年在两人到香港工作期间 不只硬闯他房间对他做出背后环抱的行为 还把他扑倒在床上试图侵犯 之后更脱口没办法 你看范姐就很不爱这种事啊 超夸张的行径让他炫气狂魔形象瞬间毁灭 网上全是骂声一片 对此陈建州稍早透过律师发出声明 严正表示 关于周一配女士于2023年6月27日 在脸书刊登之贴文内容诚然不实 在2012年7月香港录制节目的行称 均为团体行动 绝无周一配女士指称的私人独处 声明中还说到 当事人绝对支持现金me2风气 鼓励受害人勇于为自己权益发声 但绝不容许发声借此机会 恶意抹黑虚伪之恶意栽赃行为 强调当事人行事坦荡 如有行为缺失绝对愿意积极面对 但若有不实指控将会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他的老婆范伟奇也透过经纪人发出一样的律师声明 以行动力挺老公 而对于黑人不认性骚的声明大哑的 透过经纪人回应 本人称述均为事实 问心无愧 公道自在人心